女汉子王如璇 自己扛箱搬家也拿出 哟,这名女汉子是谁啊 自己搬家扛箱子 还扛行李箱上卡车 俨然是神力女超人来着 看到没,女人就是这么猛 啊,奇怪咧,大名鼎鼎的大律师王如璇 搬家没请工人吗 搬家工人到哪去了 哦,在这里啦 真该脱去帐屁 怎么能让大律师自己搬呢 害人家酷酷了啦 那这地方其实我住了多年 我跟这边的管理人其实非常有感情 对不起 对,然后... 说来说去就是舍不得搬是吧 我对信我的承诺 在十天之内搬离我的职务宿舍 我是一个活在当下往前走的人 我觉得用更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 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既然这样干嘛想哭啊 我们附近有豆浆店耶 然后我们前面有一排卖菜的卖鱼的 哎,女强人的世界我们不懂的 舍不得豆浆店跟菜市场 也算是铁娘子柔情吧 不过大律师真的不用酷酷 因为你朋友找的新店新家 附近肯定有豆浆店跟菜市场 不必再留恋这些不属于你的房子啦 朋友别哭 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属 朋友别哭 要相信自己的路 动新闻不知道也哪出啊 报导